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致名牛肉麵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這是非常有名的牛肉麵店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邊就有店家說明 湯底使用牛肉條快燜煮一個半小時 配合牛肉牛骨密室中藥材 蔬菜水果熬製7-8個小時 這個是Menu 應該都很讚 這邊有清楚的說明,可以再看一遍 剛我那個杯數擋住了 清燉牛三寶 那這個是全部的菜單 那順便幫各位朋友看 他休息時間是1月19到1月26 店家蠻親切的 都很詳細的跟我解說要點什麼 那調味料在這邊 那就是這個我心目中認為的基本款 半筋半肉,小黃瓜,乳大腸跟糖心蛋 那現在吃吃看這個小黃瓜 那店家說他是這個 盡心盡力去做這個餐點 那我自己做的,我們自己做的 我不是去買的 黃瓜 這個少了一個東西 小菜不加蒜,香味少一半 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這個要加蒜碎才好出啦 好啦éro 我調配怎麼樣 讚 這個一贏蛋真的才可以 大腸更好吃 那真的是它賴價比較高 但是 這個很多人吃啊 你看看它八十塊的話 它跟打價比較高 好,吃看吧 قط 老闆蠻熱情的喔 讚 不是 小哈巴不用了 後面小哈巴不用了 它算台式的 脆脆的然後甜甜的口感 幸虧可以加蒜碎 再把它分數整個拉回來 老闆滿熱情的 那我覺得分數是 88 我喜歡這個很清脆 都是自己做的 讚讚讚 老闆說吃看看 吃吃看才知道好不好出來 好那先喝喝看湯頭 那先聞起來真的是蠻香的 喔 湯頭很讚喔 嗯 真的很清甜 在清燉當中我覺得有90分 但是我們還是把口味加重 嗯 好 現在卓拉都加好了 還有這個加了大蒜跟酸菜 還有點辣油 好 現在吃看這個店家的糖心蛋 嗯 糖心蛋好吃 好 吃得出來很用心 好 吃得出來很用心 稍微熟一點 但是糖心蛋也算好吃 9分手 9分手 好 先吃看這個牛肉 那牛肉看起來很棒 哇哦 嗯 牛肉是用好的牛肉很清甜 嗯 很棒 湯頭也很清甜 試試看它的酸菜 酸菜可加可不加 就是它 味道是還好 但是牛肉麵本身是蠻強的 嗯 好吃 這樣它又可以加蒜碎 所以 又增添了這個牛肉麵的香氣 好 牛肉吃起來就是 圓形肉的感覺 然後 燉煮得 很軟爛 嗯 那我覺得好吃欸 你看它有高鑽糖 好 再來是牛筋 另外很佛心的一點就是下午都吃得到 充滿了感情的一斗 嗯嗯嗯 好像果凍般的口感很棒 嗯 哦 真的很讚啊 難怪是這個眾多粉絲推薦的牛麵店 真的很好吃 讚 然後牛肉就是 有筋 有點油 然後有點 有些肉哦 就綜合口味 這個醬的牛肉很好吃 嗯 好 湯頭應該是帶著有一點微微的淡淡的中藥味吧 我想啊 嗯 嗯 好吃捏 好 剛剛加進去的蒜碎整個香味都已經飄出來 現在整個變香 噴噴噴噴噴噴噴了 好 麵條 Q彈有勁 好 那辣油加成小辣這個香味就非常的芬芳 讚 好 這個牛筋真的很棒 Q彈 那牛肉用的蛮不错的 很好吃 讚 真的很棒 不愧是这个北投的名店相当美味 让人一口接一口 真的很用心的店家,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 好吃捏 汤啊牛肉面都很棒 而且大碗分量十足 忘了照他的份量,你看你这十块来看 他是大碗公 可以吃起来爽爽爽爽爽爽爽 一个男生可以吃的十分饱 好,所以我觉得是满分 而且牛肉相当多块 相当佛心 讚 好吃 好,再这个是老板亲我喝的红烧牛面的汤头 嗯,也很棒 感觉有这个葱姜的香气 然后淡淡的中药味 还有豆瓣酱跟 红烧的汤头 感觉上 哦,这也不错 哦,两个都很棒 下次来吃吃看红烧的,今天清炖让我很满意 啊 再来是这个吃过的人都说蘸的卤大肠 啊,还有保留这个 大肠的油脂啊 肥滋滋肥滋滋啊 哦,他卤出来的东西是口味偏甜 嗯,香然后偏甜 哦,还是加点蒜碎会比较好吃 嗯,嗯 哦,但原则上这个大肠的品质都蛮不错的 哦 哦,大肠都清洗得蛮干净的 没有什么,没有什么意味啊 好吃,就只有这个大肠的香气 嗯,嗯,嗯 这个微微的蒜碎的 微辣 真的很棒 哦,大肠在口中谈谈跳着哦 然后这个大蒜就 伴随着一起微微的辛辣感 真的很好吃哦 我个人啊,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蠻粉的 讚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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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讚 哦,来口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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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真的很棒 好輸了 全部都吃光光真的非常美味 現在下午生意慢慢好起來 那就感謝老闆幫我打九折 總共是351 牛麵是真的很美味 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再來就一點點的街景 這邊停車也算蠻方便的 斜對面就是我上次吃的和睦麵食料理 那個人感覺這一家牛麵的話 是比較傳統風 就比較老派的 老闆很親切 我覺得蠻喜歡的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